親愛的 五時水 五時湖 五度湖 這裡都船邊邊 但是好餐廳還要省一味 就是五時咱一定喜歡吃肉粽 但是你能知道為什麼 一定要吃肉粽嗎 為什麼要拜肉粽 短有一個不是吃肉粽就好 為什麼要掌工拿來拜醒 像這個肉粽 你注意看它有四個角 一 二 三 四 五個五 如果沒有吃 看得到是有完美的 古代人他認為說 今天呢是所謂的禁月 也就是說諸事是不宜的 甚至是所有的東西 是不能拿出來曝曬 阿萬哥 你用什麼糊啊 你不愛什麼 現在在用這個五時糊 用對的時間 大大小小都能夠平安五時一整年 端午節這個節日 在我們傳統的英里的月令裡面 五月又是五月 中午的五 所以它又叫做從五 五就是中午那段時間 是最熱的時候 大家認為說這個時候是 暑氣開始最盛的時候 我們知道在日子 蟒糖就糕 蟒糖就糟 爪什麼都照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古代來講 它其實是一個很毒的日子 只要是優冠五日做的實縮 來找阿南道長一定就是透透的啦 因為阿南道長他自小時候 在他老爸影響之下 就開始接觸度高的科技了 所以說他很年輕的時候 就做道長囉 但是阿南道長 你現在帶我們來這裡 到底是要做什麼呢 來 待會兒 這裡 這裡 沒有了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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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漂亮 好 阿南哥 是 那為什麼普通話要帶來這裡 有什麼功用 傳統的鄭頭廟 我們有一個功能就是 在端午時節的時候 為了境內的平安 所以我們請鄭中的這個 五爺軍兵 發兵 用這個火爐 火爐代表 火爐 火爐 然後葫蘆本身就有收射的動作 對 把這個境內的不好的毒物 全部都收起來 那代表說 地方平安 沒有所謂的 張力之氣 邪惡之氣的意思 五毒就是爪 鞋 鞋 蝦子 蝦蝦 蝦蝦 蝦子 頂頂的動物 在這個五日煮的時候 這個海棠 會大量的造成 所以說 我們在這個火爐上面 為這隻火 用來頂悟度 射土海 滿哥 有什麼要搬這個蝦 本身龍樹 它在市區也是比較容易取得的 那我們就借種這個龍樹 而在法教的方樹裡面 有一個咒語 借種這樣子的草木 所以鬼神看不到我們 這樣而來我們就可以 躲過這個災惡 民宿上有這個紀青的說法 就是說 用這個青色的蝦子 來做鞋蛇子 而且這個蝦子 一定要黏在這裡 因為出這個蝦子 好蝦子 好蝦子是一支補兼 讓這個無形的成分 不敢挖過來 保備我們合家的平安 再來就是熊黃酒 因為以前 小孩這個蝦蝦 比較壞 所以就用這個熊黃 在小孩牙頭上面 寫一隻蝦子 代表說好蝦子 好蝦子是一隻 真壯的好 讓這個蝦蝦子 都不敢挖過來 只是說這個熊黃 它是有獨生的 還可以加上說 取得不義 所以就算這樣沾沾 減少使用囉 我剛才看到那個 是 這是什麼 我們現在 開的部分就是代表 鞦翁最正揚的這個 我們的五十幅 也就是說呢 民間認為說 在這個時候 開的這個幅的林立 是非常正揚的 正向 親愛的 五十水 五十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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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都傳邊邊 但是好餐廳 還要省一味 但是五十糊 一定會吃肉 但是你會知道 為什麼一定要吃肉嗎 為什麼要拜肉 像這個肉 你注意看 這裡有四個角 一二三四 那角的部分代表是陽樹 那裡面米食的部分代表陰樹 所以也就是說 藉種這個角鼠的部分 做陰陽調和 還有一個學說就是說 因為在台灣 鍍這個黑水鍋 或者是種種的一個 一個季漿的儀式 那我們會體恤這些 可能亡靈的部分 那用這樣子的季漿的模式 來讓裡面的這個米食 不至於散掉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民間的 長明說法 其實這樣講得很貼心 真的耶 沒有錯 因為我們會整個飯 在水裡裡面 可能會刷掉 要用這樣剛才包起來 它會吃的巴 是…很貼心 沒有錯 為了要避開這個 端午節的那個 可能帶來給我們 影響的一個毒氣 我們說義氣 瘟疫的義 一些香褲 不會因為 這個時候都會退出 那個香包 配在身上 這等於是古代的防蚊包 這跟現在的防蚊 隨身防蚊包一樣 應該是說 這個盲種 這個前後 毒氣後人的關係 都會發展出來 很多元的那種 驅穴必毒的這些 植物跟動物 還有器物 甚至還有福林 所以虎鎮五毒虎 或是中回虎 或是天師鎮五毒等等 非常多元 沒這麼誇張 破雄不敢爆 就是在跟我們說 只要是過五日左右 這一天 露天就正式來了 所有的蚊塘 炸 雲役 毒海 在這個時候 開始搶贏了 不像說 有阿南道上 團修 讓大家的民宿 拼謝法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在後 剛才所說的 民宿文化 以外 其實 在五日左右 苗烈 南地區 有一行 每一年 都一定要基盤的民宿活動 叫做 浙江西角 到底是什麼樣的民宿活動呢 在小島上 有一場 這麼重要的盛行 這真的就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三張千元贏起來 不是救自己的好 都是救百人的好 我覺得我跟媽比大運的事 所以就一定要做到